利潤龍頭一定是韓國瑜沒有懸念嗎 那可不一定 現在又傳出非常多的變數 那民進黨雖然不是多數黨 但民進黨說 特別是許智傑說 我們有高雄議長選舉模式 可以參考 我們可以Copy那一次的模式 也有機會翻盤 現在當然各家都在喊牌 對不對 如果說民眾黨八席都可以喊倒閣了 那民進黨你有五十一席 你當然也可以喊說要挖票 對不對 因為國民黨他其實是五十二加二 五十二加二 五十四 泛藍是五十四 但是民進黨也有五十一 所以說如果你稍微挖個兩三票過來 不是說完全不可能 雖然大家知道說政治上難度很高 所以像之前這個甚至是連記名投票的 都有挖票的案例 民進黨他在高雄市議會裡面 他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現在高雄市議會裡面 是說康鈺成當議長 是因為當時在選議長的時候 民進黨他去撤反了 去撤反了泛藍的議員 因為他那時候就差一票就過敗了 對啊 所以挖那一票就好了 你這一票 其實你要怎麼挖 其實如果說 為什麼我們講說 這個對國會裡面長期在那邊的委員非常重要 因為你長期待在議會 長期待在國會委員 你都知道每一個人最關心的什麼問題 其實有的時候很多事情不是說只看黨派的顏色 比如說假設為什麼柯建民會講說這個民進黨的所有的助理加起來超過一百年 我的辦公室的助理年資加起來超過一百年 他在講這不是跟你嗆年資 他是在講說我柯建民 對於國會裡面 每一個委員的瞭解 恐怕搞不好比你朱立倫 對你國民黨委員瞭解 還要更深 所以如果說他要去撤反 他絕對不是說什麼講意識形態 沒有 他絕對是從你關心什麼建設 你選區裡面需要什麼樣的建設 或說你關注什麼樣的議題 如果你跟我合作的話 未來四年內我協助你把你要的建設完成 我協助你把你要的法案給通過 就是用這樣 不用全挖 你只要挖兩三票 其實兩票就可以了 對 因為有正負的問題 因為你五一加兩票是五三 那五四減兩票變五十二 那民進黨就壓幾票 所以以現在 以現在來說 我相信民進黨應該也有鎖定幾位 少數幾位在做奴隸 當然你說你要真的挖過來很難 因為朱立倫不是要下達強制兩票 對 但是為什麼朱立倫要下達強制 亮票 不就是因為他也知道 一定有人在挖 對付這種挖牆角 他一定要用強制 亮票才能反制 不然大家都好花等了 亮什麼票 就是他一定是知道說 民進黨在這邊 絕對還是會努力的去挖 那其實我要講一個 像之前的這個臺南市議會議長 也是 而且大家知道 現在地方議會投議長的時候 選票上都有寫自己的名字 現在都記名了 對 連記名都會跑票喔 更何況是不記名 你看這跑票空間多大 所以為什麼國民黨團 要先辦總召選舉 到底也是在這邊呢 因為如果說你不先辦總召選舉 那傅崑崎會不會講說 你這個投名狀沒有交出來 總召選舉 每次都是在立於法院 政府院長選前 這一次 這一次他有特別的意義 因為如果說假設你總召選舉 出現問題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說 這院長選舉好像更有戲 這個院長的東西 你說強制亮票那又怎樣 如果他當下 總召要指揮投票啊 找誰監票 要殺盤退 你都總召要幹了 如果當下強制亮票 他沒有亮票 你奈他何 開除黨籍 開除黨籍 那你說 像這次我們市議員 市議會就開除黨籍 如果沒有亮票 如果開出來的票數 不是五十四票 那沒亮票的那一個人死了 就這麼簡單 對 但是我想你這招對付不分區 超有用 因為不分區開除黨籍就沒了 可以說傅崑崎 他已經擠進擠出國民黨了 對不對 他在花蓮是自成 自成一格嘛 他現在不敢了啦 他現在不敢了 所以在 我覺得在這裡面 他很珍惜回到國民黨 如果他選上總召的話 如果他選總召的話 他敢不亮票 那如果連總召都沒有呢 沒有的話 他不亮票開除黨籍 他去加入民進黨 民進黨要 加入民眾黨 民眾黨要 所以無黨籍又爭議期 傅崑崎如果說沒有拿到總召 他還可以爭取什麼 他還可以爭取司法法治委員會 趙薇 他還可以爭取這個 因為他喊價越喊越低嘛 從院長 副院長總召萬一 如果中共都沒有 這個要先忘下 這要看看 這是要看看 傅崑崎還有沒有官司 他如果沒有官司 他去那邊幹嘛 沒官司了啦 怕接下來 還是有在被偵辦中的嗎 有被無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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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國昌老師的那個利益迴避 要不要拿出來 我們回來講量票 過去量票的其實很多 量票 無所不用其極 你這次說什麼 國民黨量票怕跑票 那二零一六年民進黨六十八席的量票 有沒有跑 有沒有跑 量票當然就沒跑 對啊 量票就不會跑 量票怎麼會跑 量票怎麼跑 所以只要量票就一定不會跑 不是 量票就是 你知道量票有很多種 有人是 怎麼摺起來 脆脆脆脆嘛 有人是這樣看 有人跌倒把選票丟到地上 跌倒把選票丟到地上 他一跌倒之後 他整個選票啊啊就掉到地上 沒有啦 有的人要活鹽 是拿票沒拿好 掉到地上 那個是因為法律規定不能量票 現在已經可以量票了 所以就跟你情況不一樣 沒有法律量不量票的問題 立法院量票從來沒有被法辦過 好不好 以前縣市議長的話 以前是秘密投票 以前縣市議長的話 量票的話 秘密投票都是笑話 我跟你講 這個量票又怎麼樣 大概量來量去 這個立法院 立法院太合理 我跟你講 以前是這樣 不量票 但是就告訴你說 統一票怎麼摺 投入哪一個票軌 指定票軌 指定票怎麼摺 對 然後你要摺幾摺 然後再弄什麼腳 這樣投下去 所以開票一開 這一張責法是依規定 這是我們國民黨的票 對 對 是這樣看 而且他以前還講好 陳北堅 你要怎麼摺 我跟你講 這些都小case 最精采的其實是劉松帆跟施明德那一次 大喝酒咖啡 一九九六年那一次的政府院長之爭 第一輪不是開出來八十比八十 第二輪的時候是八十比八十 四張廢票了 第二輪的時候是八十二比八十一 第二輪劉松帆過了 差一票是張靜誠投給劉松帆 其實第一輪張靜誠上面就寫他自己的名字了 其實那一次 其實兩輪的票是流來流去的 是互相流來流去的 因為國民黨被挖票 有人有人答應第一輪投那一邊 有人答應第二輪投那一邊 這樣子 有 有 有 如果第一輪怎麼樣 那我第二輪投給你們 有人是我第一輪投給你 我第二輪不投給你 所以那第一輪跟第二輪之間是流來流去的 那個票是流動的 這麼複雜 然後我告訴你 這真的是立法院待久你才知道 立法院議場二樓 二樓 二樓 其實這邊 這邊是主席臺 我們在二樓的時候記者息 其實主席臺的兩邊 以前是攝影記者什麼都可以去的地方 都可以去看 施明德跟劉松帆那一次選舉 那兩間全部進空 不准記者進去 全部擋在外面 全部擋在外面 現在解密 因為那裡面架設攝影機 直接對著投開票所 釘在那邊的 好不好 拚得那麼激烈 對 兩邊投開票所是那裡面 以前是錄音室記者可以進去拍照 他後面插著錄影機 直接對著投開票所 釘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張建成還敢跑票 跑啦 那個攝影機這樣對著他 張建成跑完票以後 李登輝提他是監察委員 是監察委員還是什麼 那個那個提名人啊 對 被國大同意權幹掉的 對 這樣還不夠明白嗎 跑票的很簡單 不講誰 一定一生買斷 好不好 一生買斷 當然嘛 各位